近日也有不少新股、招股和陸續掛牌 先談談,有兩隻掛牌的新股 中康控股是2361 和讀書囊是2385 見到其實大市氣氛昨天就一般 兩隻的暗盤價都要跌穿招股價 我們先講講智能學習設備的製造商就是讀書囊 它就是做一些類似平板電腦 但裡面就內置了一些學習軟件 做這一類的業務 它就做得好一點 昨天的暗盤價還沒跌1.3% 招股價是7.6% 以下限定價已經是 暗盤是收7.5% 不計手續費就每手蝕40元 另外就是健康大數據的解決方案供應商就是中康 暗盤是收4.5% 其實它的招股價是5.36% 跌幅比較大 比招股價跌1.6% 每手蝕430元 兩隻股份看貨源的分佈 其實都好像蠻集中的 其實你也說過新股 除了看業務前景也挺看供求關係的 你怎樣去評估或者分析 這兩隻股份 接下來的短線走勢呢? 近期來說 那些新股 我想第一要留意一下 到底上市前的投資者 會不會是不設禁售期呢? 即是你一上市那一刻 就會出現一個很大的沽貨壓力 兩隻的股份 就是無論是控制 控股股股東 或者全部上市前的投資者 都是設有 至少上市首半年的禁售期 起碼初步會留意到 如果真的有個沽額的時候 一定不是來自之前已經是持貨的股東 另外一個方面 亦都會留意到兩隻的股份 都是由基石投資者來參與的 相對上來說 讀書籠的佔比方面比較多 有超過五成都是基石投資者 稍為中康比較少 基石投資者的股份分配佔招股規模 接近三分之一 所以暫時去看 因為中康的基石投資者 相對比例上偏少一點 亦都是因為招股規模 亦都會比讀書籠大一點 如果你看看招股規模 中康是7500萬股 讀書籠是5200萬股 我相信都是基於這兩個因素 基石投資者的比例比較多 亦都相對上招股規模 所以暫時看到 中康的股價 又是售額比較明顯 短期來說 近期上市的新股 普遍表現不太好 所以如果真的部署入市 傾向上都是從中長線的角度來做考慮 中康偏向跟醫療設備的SARS股份 所以如果大家看好醫療方向方面 SARS前景才值得買入 至於讀書籠的盈利表現 最近這三年稍微飄忽一些 如果你看到今年公眾可以看到的數據 應該比上年出現更大落差的狀況 所以暫時基本面可能會比較弱 所以如果針對中長線的前景 我覺得中康會比較好 至於短線的部署 我們撇除這個基本因素來看 暫時來說 中康如果拿著貨的時候 今天開市頭過半個小時 連5.05都守不住 繼續維持暗盤的表現 可能考慮先走了就會比較適合 如果你說能守得到5.5%以上 可以看遠照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去挨近6.3%這些水平 至於讀書籠去看的時候 股價如果開市頭半個小時 在7.2%或以下這些水平 可能都是要考慮先走了 如果能守得住7.2%以上 可以在8.5%至9%的位置 不止以下可以看博物 也要先放四個小時 等下Й曹 下燈